我说 我觉得你最近有点飘啊 你这推荐的 动不动就是什么 城外西联名款 余温乐联名款 就不能给我推荐一款 老百姓消费的鞋的单品啊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双 说我飘 那今天腾腾啊 就给大家看点不一样的 来自李宁的 启程001系列老爹鞋 这个鞋的寓意啊 是致敬元年 官方售价是439元 够平民 够良心了吧 您看这鞋身的 哎 流线啊 这壮色的设计 不瞒您说啊 腾腾我自己 就入手了两双 扬归正传 下面咱们就仔细聊聊 这双 启程001 我们呢 先看这个鞋面部分啊 腾腾手里的这双 是这个蓝白红的 一个壮色组合 是不是有高达的 这种感觉 因为是老爹鞋 所以采用了这种 处杂的分区块的 一个方式 将各个颜色呢 拆分以后 填入每一个 单独的区域里 可以说是乱中有序 活泼又不失严肃了 对了 这个系列旗下啊 还有白绿 黑白 以及红灰的配色组合 可以满足 不同人群的 配色需求了 这双鞋的鞋面材质呢 是采用这种 合成格加织面 当然了 这个价位啊 您就别再纠结 什么格不格 皮不皮的了啊 不过摸上去 我感觉手感还是不错的啊 挺光滑柔软的 上脚之后呢 也不会感觉到舒服感 这双鞋呢 在细节方面啊 鞋面一共有三处 值得提的 首先是这个鞋舌处的 这个织带上 采用了这种 李宁的汉字呈现 上方啊 还有一个小小的 李宁的一个logo 鞋身外侧 中部这块呢 大家可以看 是有一个 李宁的字母logo 是用这个线刺上去的 还有一处是在这个 李宁字母logo的侧方 同样是采用那个刺绣的腕 因为是启程001嘛 所以要在元素上 有所展现的 我们接下来呢 看看这个鞋内的这个部分啊 采用了一个袜筒式的设计 鞋舌处跟后帮分别 有两处这个提带 方便穿脱 我觉得还挺贴心的啊 最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鞋底部分 材质的话 是采用了这种橡胶加EVA 并且同样是采用了 红白撞色的一个处理 前脚掌的这个红色区块内啊 还嵌有这种五角星的图案 您别说 还挺好看的 而且在细节做工上啊 并没有太多的瑕疵 这双启程001的设计灵感啊 是来自于这个元年版本啊 将复古与创新的手法 别加演绎出来 李宁品牌可以说是成立至今 这双启程001 也是被不断的复刻 不断的传承着这个品牌里面 就像李宁品牌自己说的啊 复古即未来拒绝无趣 疼疼这一天啊 深度感受过这双鞋之后呢 真心觉得是买值了 当然我不敢说它是性价比之王 但便宜 好穿 还好看 李宁啊 这次干得漂亮 国潮崛起 指日可待 关注本格男士 给你更好的着装 及生活指南 给你更好的 店 我给你更好的